20大仍有变数 风盘炸弹恐引爆 中南海附近出大事 北京慌了 担心被清算 习近平被轻信推上王位 澳洲前总理接中共底牌 美中将在这时开战 这些人连夜撤离中国 中共遭美致命引击 大家好 欢迎收看国际新闻一眼 我是李清源 外界预计中共党魁习近平 即将谋取连任 不过有评论认为 20大或许仍有变数 同时当局面临的困境 已经异常严峻 崩盘炸弹随时会引爆 时评人王鹤分析指出 内外三大因素 给20大增加了一定程度的变数 第一 虽然当局严防死守 但无法阻止疫情攻进北京 这不但意味着动态清零的彻底破产 也表明人算不如天算 人力的有限性 这对20大构成直接威胁 也无法如愿行诉一个胜利的氛围 第二个变数是中国的经济问题 为了给20大撑面子 当局提出经济增长率5.5%的年度目标 但受到俄乌战争 上海封城 台海问题的影响 经济形势非常动荡 无论如何辩解 当局的无能有目共睹 党内各派势力不可能不借此说事 第三个变数则是与美国的科技战 美国已经筹足新片四方联盟围堵中共 中共则是束手无策 日本资深媒体人石板明夫也指出 现在中共怀里抱着三个巨大的定时炸弹 一是俄乌战争 如果俄国再次解体 普京被审判 中共的外交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 二是防疫 随着疫情形势的失控 导致医疗量能严重不足 进而发展成社会危机 经济危机 三是台湾问题 台湾政策法一旦通过 就等于美国给了台湾准邦交国的待遇 其他国家可能也会跟进 这对中共来说将是不可承受的打击 石板明夫认为 这三颗定时炸弹 都可能在一两年之内爆炸 繁锡派是要把烂摊子丢给习自己面对 等炸弹爆炸之后跳出来夺权 另外在中国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 当前情况的恶劣 人们相互提醒要开始想自己的后路 化名肖凡自称是中共红二代的北京公司老板 目前在网上发文称 这次疫情对中国人是灭顶之灾 他认为或许之前多少年的努力都白费了 所有的财富都将归零 没有出路 所有的中国人现在面临的是生死的问题 祸到临头 小凡说在这个历史的拐点 要欣然接受中共的灭亡 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体制 这样下去中国是没有希望的 谁的钱都一样 共产党要不高兴了 分分钟就收回来 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 北京采取了空前的维稳措施 然而闹市中竟然出现近年来罕见的示威大横幅 当时现场还燃起了大火引爆舆论 据悉有民众在北京海淀区四通桥 挂出了两个白底红字的巨大的横幅 抨击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及当局推行的政策 网传图片显示 桥面上冒出黑烟 之后有公安车到场处理 有网友猜测 该桥距离中南海不到20公里的距离 放火是为了吸引目光 抗议事件也迅速引发国际关注 多家外媒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CNN称 这类公开向中共最高层表示抗议的行为 在中国极为罕见 特别是在中共二十大即将召开之前 据悉抗议者被誉为北京四通桥勇士 民运人士王丹赞称他是新坦克人 推特账号谢万军发文称 北京四通桥上的坦克人是彭在周 实名彭丽发 网友欢呼致敬英雄 这些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做了很多人不敢做的事 愿他平安 也有推特网友无奈表示 法国同事问他为什么只有一个人 有评论直言 说中国需要英雄现身才有救 更多人要以他为榜样 但人们都在等谁为自己牺牲呢 还有人说四通桥真的是雇佣者 桥下无人喝彩 只有恐惧和避之则疾 想想都心里难受 另有网友指出 横幅是手写的 可愧见现在的高科技极权压迫多么可怕 如果你去做横幅去裂印 裂印店都得被警察查封 当极权控制力特别强的时候 就算你不反抗也是寻衅滋事 所以现在敢反抗的是真的勇士 还有更多的网友认为 越来越多的端倪表明 共产党离下台不远了 二十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热点 时评人蔡胜坤在亚洲很想聊节目中指出 谁能入政治局或入场 这是观察二十大习近平权力 是否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 蔡胜坤认为 在中共黑箱政治面前 推测最终人选非常困难 因为中共十八大以来 中共政治局常委一直处于弱势状态 只有习一人发号施令 据他了解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想推荐一个副部级干部 中央组织部都不予理睬 中共三十年来所谓的帮规 已经被习近平废掉 蔡胜坤认为 习近平想打造新时代 不过现在常委班子 并不完全听命于他 过去中共老人希望 退休后获得正国籍待遇 这些年除了周永康 没有一个正国籍领导人 遭到清算 在此情况下 会有妥协勾兑和博弈 况且如果借铃不退 当自己的亲信 看不到升迁希望 恐会造成超出掌控的摩擦 蔡胜坤认为习近平担任十年最高领导人后 如果还想继续打造自己的团队班子 进入正国级一线部门 他会采取不同方式逼退政治老人 他判断这次很可能到零的会退下 没有到零的以工作能力群众反应等不同方式劝退 而习近平身边的人最害怕习退出政治舞台 一旦退出 不管谁上台 都要清算这十年留下的问题 因此跟随习近平的人 就算自己不上去 也要保住习近平终身制的地位 近日《华尔街日报》刊登澳洲前总理陆克文的文章 多角度揭露了中共的底牌 以及其面临的难题 文章称习近平承认 在当局统治下 中国经济增长步履蹒跚 其主导因素主要包括人口压力 当局不断收紧对民营企业的管控力度 清零政策 以及全球地缘政治环境不稳定 陆克文认为习近平无法控制人口 但有可能就防疫政策进行调整 他又指习近平认为 私营部门是对共产党权力的长期挑战 并对财产和金融的虚拟经济持有怀疑态度 因此他可能不会对市场做出任何戏剧性的政策路线调整 也就是说 习近平很可能决定进一步向左翼靠拢 尽管这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 在外交政策方面 美国两党的战略长期区域强硬 包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变化和一个中国政策 北京启动的战狼外交也令其在国际外交关系中陷入紧张 由此陆克文分析预测 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上或将重新定义中共的战略环境 将国家安全置于经济之上 这或许意识着中共正在逐步走向长期战争的立足点 陆克文还认为 在短期内 习近平可能仍会寻求与美国保持稳定的关系 但由于基本意识形态和战略考量 中共极有可能与美国在2030年发生对抗 近日 美国芯片设备供应商正在从一家驻中芯片制造公司撤离 还引发了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 外界评论说 此次打击让中共犹如被掐住咽喉 为了防止中共利用美国技术巩固军事力量 知情人士透露 科磊公司和范林集团等关键供应商 正暂停对中国国有企业 长江存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支持 并撤出了驻厂员工 如果长此下去 相关公司的客户将无法获得升级 维护专业技能和开发芯片所需的未来技术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 美国此举升级了对中国新兴半导体产业的遏制 包括近日限制向中国供应芯片 和对其生产设备的出口管制措施 也是美国迄今采取的涉及范围最广的打压行动 此外 美国商务部本月7日宣布的新线令还要求 向中国工厂提供先进半导体和芯片制造设备 必须获得新许可 如果所设工厂为美国及其盟友公司所有 许可证申请将逐案决定 而如果为中国公司所有 则推定拒绝 这样一来 韩国台湾和日本也不能向中国出口芯片 另外 因为苹果 特斯拉和大众汽车等都需要台积电的芯片 这些企业的工厂也面临是否要迁出中国的问题 不仅如此 美国上周还将长江存储 列入所谓的未经核实名单 如果美国商务部的担忧没有得到缓解 该名单上的公司可能会被纳入另一个限制性 更强的对华出口黑名单里 澳洲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分析 美国此次制裁非常严厉 因为先进芯片可用于导弹核武等所有军备 而此举有利于台海稳定 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